金礦股在黄金价格不斷升 升了一段时间也升得不错 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想问 因为国庆和中秋节假期 放假 人家是去玩的 之前也有提及过 有你一些内需股或消费零售股 今个星期是否可以继续留意这些股份 内需股近期都挺强小的 例如大家看看今天服装零售金礦股份 继续都有一个升势 我相信股价会受到 自日假期推动销售的憧憬 持续都会强小的 不过要小心一点 其实有一部分都升了不少 假期过后不排除 因为好消息会有些趁高出货的情况 所以追的内需股 要小心去看 逐渐看看他们的基础安数 是否支持到他的升势 如果说百货股 梁一位知放假 人家可能会买东西 见到今天金银商贸 其实现在跌一毫半 然后银贷百货跌一毫 但是人家也说 可能放假买东西 有利一些类型的零售股 那你又怎样看 当然那概念 跟刚才所说的内需零售股一样 百货股我相信都可以受惠其中 但只不过都因为之前的升浪 就是太厉害了 现在都回吐了 对了 看金银或者其他百货股 其实由之前的低位都升了四五成了 所以要小心 去到现在的水平的股值 会比较高一点 要进一步再上升 可能阻力会大一点 好 另外一只升得厉害的股 其实就是汽车股的板块 我刚才也说要说的 因为看到今天东风升超过5% 还有吉利升超过3% 华晨升超过5% 今天真的升得很厉害 是的 看到汽车股 就最近出了八月份的消失数字之后 市场对他们的情况有改观 因为之前那些汽车消失是有放慢症状的 但是最近看到有一个加速的情况 对汽车股的股价是很大的鼓舞 还有个别的汽车股都有自己的消息 譬如比亚迪 股神巴菲特也会来中国 全民会看看厂房 所以也有一些移动股价来说 至于华晨 最近也和宝马这个合营 都会合作搞汽车金融 做一些融资 汽车融资 所以这方面有机会推动到它的销售 所以股价最近也有急升情况 整体的汽车方法虽然也经过一轮急升 但我估计短期的升势还未完 所以可以考虑做一些投机的买入 我想做一些高档汽车的汽车股 会比较值得去看一些 譬如华晨和港汽这两间 我觉得潜力会比较理想 好 看到华晨今天收市在4.93元 升了2.7元 升超过5% 另外还要谈谈地产股 因为今天地产股也升得很厉害 好像是顺指升超过2% 长实生地和恒地升超过1% 高盛发表了研究报告 说政府之前推出的打压楼市的措施 好像没有效果 预计楼价可能到明年 还会继续升 是呀 这个当然对地产股有很大的推动 看到近期地产股也有炒落后的情况 还有今天新地会出业绩 还有卖地的消息 相信卖地的成绩会相当不错 所以这些都制造了条件 让地产股追回落后 但是香港的地产股 不算有太大的概念去推胜 因为始终他们的土地储备受到限制 所以短期去炒轮 我觉得也有条件 但是要长期出现很大的升浪 本地地产股就比较困难 然后我们说了这么多升 我们说下跌的 说的是银行股 为什么呢 今天看到银行股汇控建行和公行跌近1% 还有内银股也是跌的 你知道最近内银股有很多利胆的消息 说内地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会提高 不过虽然官方也说了不会住的 但现在市场上也担心 会不会有一个不对称的加息 其实这些消息可能都对内银股有点影响 不过也有人说现在可以逢低收集 Mathiel你怎么看 内银股的而且股值是低的 好多是10倍PE、4厘息 防守性强 但由于之前你说的消息 普遍都比较淡 我相信短期内银有很大的表现会比较难 除非要有些耐性 作为这三至六个月的中长性持有 才可以去买 如果短期有很好的收获 内银股就比较难 Mathiel你刚才提过股票 你有没有持有吗 我没有持有任何股分 好 谢谢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从重温今集的节目内容 可以留意以下的网址 另外如果有问题想请教专家 也可以以电邮留言 接下来会有我们的特地节目 古坛兵法 别走开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